我刚把娃丢给了爸爸 然后现在终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呢我迫不及待就想去拆下一个 昨天刚到的包裹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零食 箱子呢我已经扔掉了 因为有一点脏 那这些零食呢我都是从 网易严选上面选购 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有在 网易严选他们家购买东西 然后现在他们家是可以直油北美 然后在北美这边买一些亚洲的零食啊 一些家具用品啊都可以直油啦 非常的方便 另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冻干 蜂蜜柠檬片 我早上已经迫不及待拿出来用了 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因为它里面都是一块块已经 冻干好的蜂蜜柠檬片 你只要拿出来放到水里面 直接泡水喝就OK了 它对柠檬味非常的香 我现在隔着包装都可以闻到 第二个呢也是我今天早上已经迫不及待拿出来吃的 这个黄油滑肤饼 是不是超级大一箱 我收到的时候都惊呆了 就觉得这个分量非常的足 觉得就是吃一两个月都完全没有问题 里面是这种一包包 有独立包装的 这个真的超级好吃 强烈推荐 我早上也让我的家人也尝试了一下 他们也是疯狂地赞 吃起来是那种香香的黄油味很浓的那种华夫饼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软软的口感的话呢 你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喜欢香脆口感的话呢 你就可以像我早上一样把它放到吐司炉里面 稍微烤一下 在上面放一些水果啊 就做出了很像外面餐厅办的那种华夫饼早餐 这个蜜桃乌龙茶 我超级喜欢桃子味的所有的东西 现在打算下楼去泡一杯试试看 be right back 它这个桃子味非常的香 在泡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 非常的refreshing 它的桃子味跟乌龙味搭配的刚刚好 觉得很适合下午来一杯提提神 下面呢我想先尝试这个珍珠奶茶酥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 我觉得非常的心动 我很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味道 而且你看它这个包装超级可爱的 我觉得现在待在家里最大的乐趣就是拆包裹跟吃东西 啊你看你的包裹也超级Q的 来看一下一杯珍珠奶茶酥 很好奇 有一股奶香味 它外面是那种酥酥的 是有点像凤梨酥的那种感觉 里面那个馅是有奶茶的味道的 而且是蛮好吃的那种奶茶的味道 就不是说很甜很人工的那种奶茶的味道 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嗯好吃到珍珠了 QQ淡淡的 好特别的口感 就是外面是酥酥的里面是QQ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惊喜的 感觉万物皆可珍珠 如果你是珍珠的爱好者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下面呢是这个樱花味流星绿豆糕 它樱花味的 所以它就是有做一个樱花在上面 我觉得好漂亮啊 很日式和果子的感觉 它是那种口感比较绵密的那种 然后我吃到很浓的绿豆味 嗯 妹妹真的有流星耶 可能用微波炉再去热个几秒的话 它可能会更加的流星 它这个口感吃起来 有一点点像那种流星奶黄月饼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月饼那么甜 这个很适合要配这个茶一起吃 最后呢是这个抹茶味的年轮蛋糕 这盒子有点被压扁了 我也是非常喜欢年轮蛋糕的 之前去日本啊都有买来吃 我一般都是吃原味没有吃过抹茶味的 所以这次想试试看 嗯 它也是属于口感比较绵密的那种 湿湿的蛋糕卷的那种感觉 然后也不会很甜 也不会很腻 抹茶味淡淡的刚刚好 我好会挑哦 我这次挑的所有零食都不会很甜 都蛮好吃的 成功 第二个呢不是零食 是一套櫻花系列的餐具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里面是十件套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全家福 它一共就是有五种不同大小和深度的碗碟 然后每一款呢 它都是有两个这样子的 我就买这一套就挺齐全的 而且每一个碟子碗上面都有这种櫻花花瓣的图案 我觉得特别漂亮 就很少女心 我觉得这个碗小小的好可爱啊 很像日记中会出现的吃饭的那种碗 然后这个碗呢 它比较深 感觉就是比较适合吃有汤汤水水 比如说吃拉面 然后这个缺口应该是给你放筷子的 一盐选有一点很好的 就是它里面不仅有很多零食 而且有很多家居用品 我觉得颜值都非常的高 而且也很实用 就感觉比较适合我们华人的审美跟要求吧 给大家争取了一些福利 如果用我的折扣码的话呢 你全单可以打85折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网易颜选上面挑一挑看一看 我感觉好像听到了水泥桃在哭的声音 好 我现在就到这里 iquimin 有一两四拳